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疫情到来 各种生活压力亦随积增加 而新兴产业治愈经济亦因此崛起 有店铺留意到香港人需要耐心的平静 所以开始售卖正心产品的店铺 公司不时举行尋香或茶缠的工作坊作为主要收入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因疫情关系 令香港人的身心灵健康亮起红灯 睡眠质素亦受到严重影响 根据港大文研调查指 在1032名受访者中有四成人睡眠不足 没有教好分 所以有審具公司看准治愈睡眠的商机 亦使扩张 公司亦开拓网上销售渠道 在疫情缓和之后 生意额亦恢复很多甚至有上升的趋势 同时有市场学者指出 疫情不能外出旅游 消费者转至境内消费 改变港人消费模式 刺激治愈经济